当时知道怀孕之后挺高兴的吧 然后那个医生又说 说你得得赶紧保胎 因为你肚子痛 这就是流产的征兆了 这就要流产了 连吃药再打针 再那个卧床 反正就一直卧床好几个月 为了保胎嘛 就反弹回去了 就又胖回去了是吧 对对对 在四个月做产检的时候 医生说血压特别高 然后尿蛋白 然后还有别的各种 就是不好的症状 他说你这么胖 然后孕早期 你就血压这么高 然后那个到孕晚期的话 各种并发症 还有那个高妊娠 子嫌 就会特别特别危险 你这就是相当于 用命换孩子 要不然你给你家人 商量商量 你就别要了 然后那个我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就是看到我老公 然后当时就哇 我就哭了 他说你哭什么 我说医生说 我这是用命换孩子 然后那个说我 就是挺危险的 各种指标都不正常 当时我老公 听完说我那话 他说你别哭 咱把孩子打了不要 然后那个 所以老公其实是疼你啊 对对对 就是宁可选择不要孩子 我就觉得挺感动的 刚结婚那会儿 有不了孩子 我婆婆经常给打电话 就说人家同龄的 谁家谁家都有孩子了 你们老有不了 就经常给我打电话嘛 我就会特别难过 我老公就看我难过 他就给我婆婆打电话 他说你别给他打电话 然后从那以后吧 我婆婆就给我老公施压压力 就不给我打电话了 就给他说 不行你令媳妇去哪看吧 去哪看吧 然后我老公从来没有 跟我说过任何事情 但你为了这个小家 为了老公坚持 对 把孩子留下来了 对 那到了孕后期呢 孕晚期呢 身体状况受得了吗 到孕晚期的时候 我血压当时已经到 一百一一百七了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你住院吧 这不行你真是太危险了 这么高血压了 我住院之后给治疗 输那个降血压的样嘛 输完之后 血压一点没有往下降 反正就是早查 当时就去那个手术室 抛肤查 我对那个麻药不敏感 麻醉师给我用了两次麻药 都不行 都是疼的 在那个手术台上的时候 就是 就感觉要死不去的 那种感觉 当时用凝血的那个 怕大猪血 人别人用一只 我用了两只 人家别人正常的人 进手术室的话 一个多小时 就完成了 我进去了将近四个小时 才从手术室里出来 住产室就抱着孩子 说你看看你那孩子 然后是个男孩 我就当时看到孩子那一眼 我就哭了 我就觉得 不管我受多大的罪 遭多大的男 然后我的孩子 能平安地出生了 然后这是我跟我老公 爱情的接近 我觉得值了 不容易啊 但无论你这个肥胖 给你带来多大的压力 有个爱你的男人 在支撑你啊 是吧 对 因为就是我当初 保胎那会儿 就是吃喝什么的 我不能动吗 都是老公照顾 全是他照顾我 他出去上班 打工一天 回来特别累 进门第一句话 先说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真好 今天老公也来了是吧 来了 带着孩子来了吗 来了 有请老公和孩子 你们好呀 老公 我告诉你 你说真的不想吃吗 我现在的孩子 我今天都不想吃 我会吃什么 你太多了 我再来 你喝了 我现在就喝了 我现在就喝了 你喝了 我现在就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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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